2021年你一定要知道的 8個小清新文青品牌 不滑中取寵 卻更有特色喔 Hello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像在2020到2021年 台灣的保養市場上 出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狀況 就是有很多特殊的小眾文青品牌 紛紛的進入台灣市場 今天我蒐集了8個小清新的文青品牌 裡面我講到的產品 通通可以送給你們試用喔 第一個我要介紹的就是 老文青品牌 我自己其實非常喜歡這個 老文青品牌 就是這個ISO 它的品牌大概也有30年的歷史 我記得大概10多年前 它的創辦人Dennis 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還有親自採訪他 我是蠻喜歡他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髮型師 那個時候在30多年前 就推出很多那種 希望用一些大自然的成分 來做一些保養品 然後他們現在 在世界各國的城市 也蠻有設計感的 就是他們每一個店鋪 都是請設計師 根據這個城市的特色來做設計 那我覺得他們的產品 大家應該最清楚的 就是他們的一個護手霜 這個是他們品牌出的第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護手霜 我記得那時候護手霜 一推出來的時候 就是引起市場上的經驗 它那個時候就是用一個玻璃罐包裝 然後你要用那護手霜的時候 你要它還附一個綠色的刮勺 又把它刮出來使用 大家如果對這個Esob的護手霜 不陌生的話 它就是那種乳黃色的質地 它就是很清新 就是一擦完之後就是 嗯 有種很振奮的感覺 那這支護手霜 其實我會用掉好幾條 它大概都是在我的辦公室 陪伴我很久 另外啊我要再強力推薦的 就是這一罐 肌膚條理凝露 它其實它的英文名字是BCCC 就是它裡面有一倍的維他命B 跟三倍的維他命C 它打開來裡面看起來 像是一個蜂蜜 很像蜂蜜 所以如果說你是使用乳霜的人 你會覺得說用這個東西很奇怪 因為啊就是亞洲的一些氣候 比較潮濕 很多用乳霜的人 可能之後放久了 就會有點那種油水分離 所以他們就特別研究這種質地 其實這個質地在市面上 應該非常非常少見 像蜂蜜的質感 你看 很像蜂蜜吧 它怎麼用呢 就是你就是每天晚上睡前 你就是厚敷它 剛開始使用 你可能會覺得很不習慣 可是當你一定要忍受 這個黏膩的感覺 敷個30分鐘 如果你可以忍受的話 你就繼續去睡覺 如果你不能忍受這種黏膩的感覺 你就會把它洗掉 或者把它擦掉 第二天你的皮膚就是亮到不行 所以呢 我用完之後想說 哇 這真的不錯耶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這是Esobe一個隱藏版的產品 老文青趕快來用用看這一瓶 真的蠻好用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三個 就是跟北歐有淵源的一些文青品牌 第一個就是介紹這個來自瑞典的這個La Bouquet La Bouquet他們的這個瑞典文其實是一個小型工坊的意思 那他們的產品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包裝 一些簡單的文字 而且感覺就是很中性 那他們其實之前是在1010 Hope的選品店 那因為在台灣很受到歡迎 所以在去年年底啊 就在台北的星光三越有設一個獨立的形象櫃 那這個獨立的形象櫃 一整個也都是北歐瑞典的風情 這個La Bouquet的這個墨角草的保濕面膜 它擠出來啊就是這種很透明的凝膠 它的味道我覺得就是很清新很自然 因為La Bouquet啊就被他們的品牌定位是一個溫柔的品牌 就是可以敷在臉上 它的這個凝膠很滑 就是一般的面膜 這種霜狀的面膜在推的時候可能需要一點力道 可是它就是很輕 它都非常非常的清爽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比較乾 大概敷個5到10分鐘把它洗掉 或者是當晚安面膜 第二天起來就是皮膚就會變得很柔嫩很光滑 那第二個我要推薦呢 就是它的這個去角質霜 因為它們其實北歐這個瑞典就是有在海邊嘛 所以它們裡面有很多的海鹽 所以它裡面呢這個去角質霜呢 它裡面呢就加了一些就是海鹽 它的這個海鹽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你在去角質的時候 你不會有那種很不舒服的顆粒感 就是你看它在臍上就是很清新 就是比較敏感脆弱 其實用這個它也是可以有一個溫和去角質的效果 你的皮膚就會變得很光滑很光亮很乾淨 第二個啊也是來自瑞典的品牌叫Verso 像瑞典呢它其實是北歐最大的國家 可是它人口只有1000萬 可是它們的美妝產業其實也蠻蓬勃的 那這個Verso啊其實在成立大概只有7年的時間左右 它的版圖已經漸漸的在擴大 去年也來到了台灣的市場 那Verso呢它其實是講究簡約高效的保養 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創辦人啊跟北歐的一個醫學大學的醫生 共同研發出了一個專利的成分就叫做 Retinoate 什麼是Retinoate呢它其實就是釋黃唇 釋黃唇就是維他命A的一個衍生物 那我們都知道啊其實保養品裡面 如果用到維他命A或者是A唇這個衍生物 它們其實就是講究有高效的抗老化 抗老跟除皺的保養 可是維他命A的衍生物它們就是對皮膚比較刺激 就是可能也只是晚上才能使用 可是呢Verso這個牌子呢 它們就研發出一個專利的維他命A8的這個成分 它們加了一些葵花籽油啊跟就是芥花籽油 所以可以讓這個維他命A的衍生物它比較溫和 而且效果是一般維他命A衍生物的8倍 所以呢它的這個產品就非常非常的有效 它們的產品上面都有一個數字 你看這個是4 這個是10 這個是9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的保養品上面其實有1到10的數字 像1就是表示它1就是屬於都是清潔類的產品 2呢就表示這個產品都是屬於白天用的 3呢就是表示這些產品都是屬於晚上用的 我想要介紹的就是它們這個4號的一個抗老化的一個 復活精華乳 那我自己使用的感覺是 它其實是精華乳的形式 你擦完之後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豐潤的質感 那它的味道也是淡淡的 淡淡的自然香味 我覺得也很符合這種很小清新的感覺 那另外我想要推薦呢 就是它們的這個9號 9號其實是它們的護唇精華乳 它也加了這個Retino A的成分 其實很多護唇的產品都沒有這個維他命A 那它們這個是也是市面上 僅少就是在唇部產品加了維他命Retino A的成分 我對也蠻值得推薦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品牌是Sawa 它也是目前在台灣興起的一個文青品牌 那我們看到這個Sawa 可能會覺得它是一個國際的品牌 其實它是一個台灣的本土品牌 只是它的這個產品的包裝設計 是請到一個瑞士的一個設計公司幫它設計 另外它的創辦人也是一個做設計出身的 所以很重視這些產品的一些簡單的設計效果 我有問過這個Sawa的創辦人 因為他就說他在做這個產品的時候 他有訪問過很多很多台灣的男女生 在使用保養品的時候都喜歡比較清爽的質地 所以他們第一波就推出一個清保養質地的保養品 像是有面膜呀 化妝水呀 乳液 其實他們都是用很清爽的質地為主 他們的分子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細 然後會利用到一些海洋的質粹 藻類的質粹 像這個就是一個化妝水 它的質地非常的清爽 就是當你在擦在皮膚上之後 不會有那種黏力的負擔感 就是很清爽一下就被皮膚吸收了 那我想要推薦呢 其實是它的這個面膜 那它這個舒服面膜 其實就是針對一些就是皮膚比較乾燥的人 敷完之後呢 皮膚就會非常的清爽保濕 這他們的就是明星產品 另外啊 還有要推薦就是他們的這個護唇膏 我現在摸到它的這個護唇膏外面的質地 就是有點粗粗的 很像摸到紗的感覺 然後呢 它打開來呢 轉出來 它的這個護唇膏非常非常的柔滑 你擦在嘴巴上可以很滑順的帶過 那它裡面呢 用到了他們的這個明星成分 就是一個黃金棗 所以他們的這個護唇膏 也是他們的明星產品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離我們很近的日本跟韓國 也都有一些文青品牌的代表 第一個啊 我要介紹這個 我覺得非常好奇的這個牌子 你看 拿起來完全大家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牌子叫做Pipu Pipu的名字聽起來很可愛 就是 其實就是韓文的皮膚的意思 這品牌非常年輕 大概到現在大概只有三年的時間 那這個品牌其實是有三個年輕的女生來創辦的 兩個韓國人跟一個香港人 他們都在中國工作過 那其中有一個韓國女生呢 她就是皮膚深受濕疹之苦 所以她就覺得她想要研發一個產品 就是簡單的清潔就可以解決濕疹的問題 他們就創立了Pipu Pipu 是一個以清潔為主的保養品牌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包裝好了 他們的包裝感覺是一個生鮮雞蛋的包裝 他們的產品其實目前只有兩種 就是一個洗澡的跟一個洗頭髮的 打開來之後呢 哇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它只是一個洗澡的產品 怎麼搞的有點複雜 其實沒有很複雜 這個呢 就是它的一個沐浴凝露 然後呢 它會附上兩個 其實重點來了 就是它的這個品牌啊 它裡面其實它有四種不同的這種小鞍瓶 那四種不同的小鞍瓶 有四種不同的功效跟香味 所以如果你在買的時候啊 你可以在官網上面選擇就是一個產品 你可以選擇兩個不同的鞍瓶 那它的鞍瓶其實都有不同的功效 你可以根據你想要你的肌膚不同的狀況 選擇不同的鞍瓶 那它的洗頭的呢 有兩款 這個是潤 就是說它就是洗 就是因為有的人洗完頭 是比較想要清爽豐盈的 好 我們要打開來 它其實有兩種的肌底 兩種的肌底 一個是比較清爽 一個是比較潤澤 然後同樣的你也可以選擇它的這個鞍瓶的凝露 我覺得真的是蠻值得推薦 而且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清潔類的品項 接下來啊 我要介紹在日本 有小滋生 唐滋生的這個Shuro 其實這Shuro這個牌子啊 它是以北海道為據點的保養品牌 它之前呢 是幫人家做代工 後來呢 在2015年就創了自己的品牌 沒想到一做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喜歡 那它就是以海洋的直萃跟自然的成分為主 那它現在啊 也進入了台灣的市場 那目前呢 就是這個白茶的保濕身體乳 受到非常非常好的歡迎 那我自己有使用 它這個白茶的保濕乳 它真的很清爽 所以很多的台灣的女生 真的很不喜歡使用感很黏力的產品 那它這個白茶就是很淡淡的清香 而且擦在身體上非常的清爽 那另外啊 還有這個海棠卸妝膏 它裡面用到了一些高級的保養成分 就是從壓海棠油來當它的基底 所以它就是輕輕抹 也可以讓你的彩妝很快 就溶解得很乾淨 皮膚洗得很乾淨 所以這個海棠卸妝膏在台灣受到很多文青的喜歡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來自日本代官山的一個文青品牌 它叫做ACP 那ACP我覺得蠻特別 因為它就是日本的網購起家 那它的背景其實是藥廠起家 而且他們是使用天然的植物成分來做一個產品 那它現在它的品牌大概只有成立兩年多三年的時間 其實產品只有這兩樣 非常非常的少 它們最有名的是這瓶白油的精華液 那它下面呢 它有一個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是1.48 其實是它的第三代的產品 它有個非常高濃度的白蘭花的萃取的維他命C 比一般的維他命C的效果還更好 那為什麼它叫白油呢 我覺得很特別 你看它其實看起來是有點像水 其實呢 你點在手上它就是白色的 然後呢 它其實有點擦起來是有點柔滑 就有點融合油脂跟水液 所以擦完之後啊 你的皮膚是有點潤著的感覺 那日本其實目前還在賣第二代 台灣是先賣第三代 其實我們台灣的文青是搶先日本使用的喔 接下來我要介紹韓國的一個小農品牌 其實我覺得它也蠻文青的 就是Thank you farmer 就是感謝農夫 那這個產品真的是也蠻年輕的 大概五年多 也走一個小清新的小眾保養路線 那它最特別的是它裡面用到了一個 就是在韓國自己生產的一個稻米的萃取 就是對肌膚是低敏感不刺激 最推的就是這個產品 就是它的凝膠面霜 打開來啊 其實是霜質地 因為 看一下 登登 就是它的霜質地 中間呢 其實是乳霜 旁邊是凝膠 如果是在冬天的時候 你覺得皮膚比較潤澤感 你就可以使用中間的這個乳霜質地 那如果夏天呢 你覺得你想要清爽的質地 你就用它的凝膠的部分 可以幫助你的皮膚達到一個 很好的舒緩跟保濕的效果 Thank you farmer 也是一個最近很流行的 一個小清新的 文青小農品牌 以上啊 就是我今天介紹 我蒐集到八樣非常多的小清新的文青品牌 那我剛剛在影片一開始有講到 今天介紹的這些品牌 其實都可以送給你們使用 至於怎麼可以拿到這些產品 你要注意影片下面的文字說明跟正講方法喔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喔 掰掰